记者前立中台北报道,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 七年前从总统府发言人转担任马英九办公室副执行长, 曾因此被民进党团提高贪污。 罗志强认为总统府秘书长陈菊接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竞选总部主委一职, 也涉嫌图利自己,今早向台北地检署告发陈菊涉图利等罪。 罗志强指控,2011年他时任总统府发言人, 后来转任马英九竞选连任的办公室副执行长, 却被民进党团认为违反行政中立,而被告发图利罪。 罗志强指出,时任民进党团干事长高志鹏, 曾批评他领公务员薪资, 马英九总统却以抗那睡人之海的行径, 图利自己并掏空国库,但当时他已离开总统府, 没领总统府的薪水,却仍被告发。 缠纵将近一年,罗志强表示, 依高志鹏当初告发他的逻辑, 现任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也接任苏贞昌竞选总部的主委, 同时领总统府公务员的薪资, 蔡英文总统却以抗那睡人之海行径, 图利自己并掏空国库, 因此对陈菊提出告发, 另针对前总统马英九所设限密案, 二审昨判马英九四月徒刑一事, 罗志强今对二审判决提出看法, 指该判决荒唐离谱, 过去法院三度判马无罪, 认定总统在处理有关怨与怨之间争议时, 总统有怨计调解权, 此为总统咨询幕僚的权利, 否则总统遇到大事连幕僚都不能咨询, 岂不让总统变成孤家寡人。 罗志强表示, 马英九泄密案二审推翻前身的见解, 令人费解也匪夷所思, 将献所有总统于不义, 照此逻辑, 难道总统不干涉司法有罪, 干涉反而无罪? 此不时人间烟火的法将判决, 真正重创政府致力。